大家好我是錯別字 如果說真子是改變鬼片的女鬼 玫瑰之夜是改變台灣靈異節目的鼻祖 那麼維藤就是改變網路圖文鬼故事創作的那個男人 我們這次非常開心喔真的非常開心 找來了這個充滿幽默又恐怖的圖文作家維藤 來跟大家打個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那個男人 我是維藤大家好 我是在網路上YouTube上創作鬼故事的算一個圖文YouTuber 大家好 那其實我跟維藤兩個人應該說我在鬼月之前就有邀約他 但是他真的太忙了 你這段期間在忙什麼 應該跟大家講說就是鬼月會忙 因為我們在創作鬼故事 像你也是 對對對對 那那個時候就是忘記了 一年的唯一忘記 我們很多比如說廠商可能會比較多的一些合作邀約 所以在那個時候邀約來的時候我們就啊 就滿了已經 而且我是南部人 我是南部人 那我們要如果要北上的話 其實都一定要先 我們先準備一些檔案嘛 要上傳的影片檔案 先UBI好 然後才上台北 因為我們上台北 在外地的話就沒辦法工作 留港 我們要背一些案這樣子 對 對所以我們其實也 呃怎麼講 約了快兩個多月了吧 差不多 所以下次應該說我跟你約明年的鬼月 你看 這樣會比較快一點 對對對 好啦其實我們這一次一樣就是不外乎 就是要跟大家來分享一個鬼故事 那因為 我是記者嘛 是找鬼記者 那基本上我來分享的故事就是跟我記者有關的 對 是我之前在 我以前是當社會記者 後來才轉到民俗線 那我就是來講一下關於社會記者 我聽到一個故事 OK啊 對 那那個其實大家知道社會記者就是 常常遇到生死啊 靈異的事件也不少啦 那我就是去問他 就是聽到一個老前輩跟我說的 最印象深刻的 應該說 對可以這麼說 好 對 那我接下來會以第一人稱的方式說給你聽 那麼故事開始囉 那個故事發生是在我差不多 二三十二 二十幾年前 二十幾年前 很久以前 那個是 那時候我是平面記者 對 對 在寫平面的 然後那時候發生的時候呢 他在這個是一個早上 清晨的時候 當時知道是一個死亡車禍 但其實說真的啦 死亡車禍幾乎兩三天兩天就會有 不是什麼太驚悚的內容 那到了現場中呢 就是一個黑色的兵士 撞死了一個老農民 然後他撞的狀況很慘烈 就是他的肢體有殘缺這樣 所以當時到現場是有兩塊白布的 所以是現場他已經走了 對他已經走了 那個人已經掛了 然後蓋兩塊白布 一塊是殘肢 一塊是本體這樣 那那個年代的時候 其實記者是可以近距離去拍帶 對以前沒有那麼 對 就是以前 我記得好像以前 連很血腥的東西都可以直接上傳 對沒錯 就是馬賽克也沒那麼重要 封鎖線沒有那麼的 只有圍觀民眾會被警方打 是 那記者是可以直接進去一段去拍的 那那時候我到的時候 我拍完之後 我也跟這個老刑警 就是稍微問一下 老學長問一下 就說就是酒駕撞死一個老農民 然後那個肇事者在那邊 但是我看到肇事者的時候 我第一反應是 他不像是開兵士的人 因為那個年代 你開那個兵士車 不是大老闆就是 身份地位的一個象徵 他看起來就是一個有刺青的小弟 可是他當時就是有點人人 撞死人嘛 精神恍惚 然後警方問他什麼 他也疑問三不知那樣 所以警方就說反正就是這樣 那這個老農民也沒有家人 沒有就吵爽結束 那那時候我在 辦完這個案子的時候 我要離開時 我在這個附近的圍觀民眾 我聽到一個歐基障 他就在那邊碎碎唸說 母息母息 撞死人的不是最可 記者知道的話 一定就會過去問一下 多少問一下 他就說 他有看到撞死的人 是一個中年男子 穿著黑色的絲質襯衫 然後西裝褲 心頭的皮帶 那很detail 對 能夠講那麼detail 基本上就不太像是好笑 我們就會把他的話當成一回事 是 但是當我要再繼續問他的時候 他卻什麼都不講就走了 他走的時候我有注意到他是掰他 他左腳是掰他 就是做一做一看 這件案件就這樣結束了 隔了幾年之後 又發生一場死亡車禍 是 反正這個東西我們也很常發生 車禍這種很常發生 然後那時候我們去了現場的時候呢 欸 這件事情鬧有點大 怎麼說 因為撞的這個造勢者 他是萬華的一個大哥 然後他當時被撞 他撞死人之後 他還找小弟來頂替 可是馬上被警方發現 為什麼 因為他撞到的時候 那車頭是整個爛掉 然後大哥整個就是 撞到流血啊 一定還是有受傷 對 但是他找來那個小弟感覺就是剛睡醒 然後穿著睡褲短衣 然後 渾身都沒有傷 你還要現場 所以警方一看就知道說 你這個感覺就不可能啊 就算你說小弟開車 怎麼可能駕駛座撞成這樣 小弟沒事 對啊 所以馬上拆穿之後呢 大哥就是才發現是底地 警方巡線去調查才發現 欸 這個大哥以前跟幾年前那幾車禍是有關 那車子也是他的 欸 對 所以他們就是去尋現發現 但是他們心理警察應該知道說 有底的 他有一個底的 對 當時那個小弟應該也是他底地的 就不是大哥 大哥應該是撞死人 可是那個年代沒有監視器 也沒有行車紀錄器 那那時我聽到之後 我馬上想起那個歐基上講的話 我就再說了一次 我說那個時候就有募集者這樣講 那警方那個老學長就說 可是在現場我們募集者沒有人說啊 然後我們這樣一問一問之後 他就把那卷宗調出來 然後開始翻 我看到那個死者的照片我嚇到了 怎麼說 因為那死者是戴著一個宮廟的帽子 是 然後就撞死怎樣怎樣 就是那個目擊症 蛤 他 欸 我那時候一聽到的時候 我毛欸 對那時候我一聽到的時候 應該說我一看到的時候 我就嚇到 因為我記得那個帽子 然後他那時又講到 他不是蠶肢嗎 他左腳是被撞斷 等一下這個可以讓我翻拍在那邊 可以 你要寫OK沒問題 他就是左腳是被撞斷 所以他那時候掰他也跟這個 完全合理 故事說完了 那這個故事其實是一個平面 老平面跟我說的 那後來我有把它稍微改編成 短篇的小說寫在上面 等等很久以前的事情 了解了解 喔好毛喔 我 這種有後勁的東西最喜歡的 對我其實很喜歡 對故事來講 我很喜歡最後的爆點在後面突然間出現 對因為怎麼講 其實講鬼故事其實都是一個SOP 對 SOP就是前面遇到的 詭異的狀況 然後後面呢開始去抽絲剝繭 然後在結局的時候 再給你一拳 給你的心臟一拳 對 喔中了 對通常像歐美的鬼故事 可能就是那一種 會有一種 Jumpscare 就是突然嚇你一跳 對都是這樣子 那我們可能在亞洲這部分的話 就喜歡有推理感 其實我覺得鬼故事就很像推理小說 對 就為什麼這個東西會動 然後為什麼都會聽到刷刷刷的聲音 喔原來女鬼在這裡上吊 她那腳在地上刷 對 就是它可以融會貫通 喔你就懂了 因為我覺得這樣融合起來 才會把那個層次感疊得很深 對對對 就像千層那個要疊 一口吃下去 欸感覺就到了 對對對 為什麼 我吃下去第一層 原來是我前面怎樣 後面怎樣 接下來怎樣 味道越來越濃 對對對 那接下來我也要帶一個故事 對 好 故事開始囉 聽完這個故事我想 這個故事我應該也不能輸啊 哈哈哈哈 好那我分享一個 就是其實 算是親身經歷 真的是親身經歷 在十幾年前 高中 高中三年級的時候啦 高中三年級的時候發生的事情 那是我第一次出國 那時候我媽帶著我們全家三個小孩 我爸爸就沒有去 我們全家三個小孩跟著旅行團 一起出國去泰國玩 那去泰國的話就是大家都知道 其實那時候寒假出去到泰國 一定就是夏天嘛 那很開心剛好同一個團裡面呢 又有同樣年紀的女孩子 那大家就玩在一起 就是開開心心的這樣子 那在泰國五天四夜裡面 當然會跑蠻多個點 所以可能有些飯店住一天 就隔天就上車換飯店了 那有些可能是住兩天這樣子 那 每一次呢 我們剛好到泰國的飯店的時候 欸那個導遊啊 導遊 當地的導遊都會有一個會講中文的 喔對 算是一個大哥哥 然後說欸來啊 大家去他的房間打布克牌啊 聊天 因為年紀都差不多嘛 對對對 他在二十幾歲 然後我們那時候十七十八歲 高三 還OK這樣子 聊得來 那打牌什麼什麼 那到最後一天 我們是 基本上每天晚上都會打牌 嗯嗯 那打著打著 就是最後一天 隔天一早那種 啊回台灣啊 很蠻累的 就是想要早點休息什麼的 原本說好不打牌了 呵呵 原本說好不打牌了 那所以就進去那個飯店之後呢 一進去那飯店就覺得古怪 為什麼 泰國如果那種飯店比較新的 進去都是鋪 大瓷磚大理石 什麼的這樣子 那氣派型 對氣派型 他進去是鋪紅地毯的那一種 然後紅地毯鮮豔也沒關係 那種地毯是明顯被踩到 已經深紅色暗暗的那一種 很舊的 很舊 那大廳這個樣子 想必到房間那邊 也是一樣的道理 登 電梯門打開 就很像那種經典鬼片 那個那個什麼 鬼店那樣 那樣地毯啊 那種紅 暗紅色那一種的 欸 房間外面的走廊 地毯也是紅的 那一樣敲門 進房間之後 看起來氣派 可是那個房間地毯 跟走廊連進去一樣 也是整片紅的 怎麼都紅的啊 對 看著就怪怪的 可是可能就是以前那個裝潢 就是喜歡走這一種 可能我去的時候 他已經很舊 可能他更久以前蓋好了嘛 了解 那一進去就開始算了 欸 廁所的門在這裡 欸 房間的門在這邊 欸 為什麼 這邊還有一道牆 它上面還有一道門 是通到隔壁房嗎 對 重點啦 因為我那時候完全不知道 有這一種門 設計是 我房間還可以到隔壁的房間 然後我去查叫連通門 這樣子 那我想我也不知道要幹嘛 反正就是隔壁也是住自己的媽媽嘛 然後隨便就把門鎖好 這樣就好 就這樣 我跟我弟睡一間 啊我 另外一個弟弟跟我媽媽一起睡 這樣子 好的那那天呢 就這個樣子 原本就想說 那趕快整理行李 因為明天早上一早 趕快飛機就要回台灣了 那也沒有要打牌了 也沒有要打覆客牌 晚上沒有活動了 突然 敲門了 直接敲 老闆說誰啊 一開門 欸 是那個 導遊小哥 20歲 20幾歲那一個 他說要不要來房間打牌啊 我說蛤 還要打牌 明天那麼早起欸 不是講我不打 對啊 12點飛機什麼什麼的 沒關係 打一下打一下 然後就約了他房間 一樣就是 同團比較年輕的 就在那邊打覆客牌 打打打打打 好 打得差不多 真的累了 真的累了 好 就在回房間睡覺 看一看也都兩點多了 兩點 兩點多啊 回去 真的躺了就直接睡了 因為隔天早上起來 喔弄得很累 然後 風塵普普的要趕快趕去警場 結果一上巴士的時候 那個小哥又問我們說 你們昨天有沒有遇到什麼 奇怪的事情 然後我們想說 怎麼會遇到奇怪的事 最奇怪的就是你招門打牌 對 不是說我不打牌 對啊 打到半夜 這多累啊 對不對 然後說 沒有啊 怎樣啊 真的嗎 沒有半夜什麼 有什麼事情 就是希望我們協助的話 也可以跟我們講 因為我們 好回去就是處理什麼的 他說沒有啊 沒有啊 是服務怎麼周到 這樣子 後來到 快要到機場那邊 就準備說 我們就要拜拜啦 各自遠程 然後 下次可能就不會有機會再見面了 我就突然想到說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為什麼你真的要問 我們昨天晚上有沒有遇到什麼事 因為這感覺問的就是有奇怪的事 對 就是有怪怪的事 這樣子 然後他就 嗯 好啦 我跟你講 反正搞不好我們真的不會見到面 對 這句話 這故事講我們到現在真的沒有見過面 他就說 因為昨天晚上 樓下出現一些狀況 我說樓下 樓下怎麼狀況 通常旅行團也都是一進去 一住進去就一整層嘛 就大家住在這邊好管理 沒錯 他說 因為他們來敲我們的時候呢 是因為他們聽到樓下有狀況 什麼狀況就是 從 假設是701好了 701的房間 突然有人看到 有一個女人推著嬰兒車 從他房間 走過去 然後跟著聯通門走到702 703 704 705 貫穿的 貫穿過去 所以那一整層 大家都看到有一個女人推著嬰兒車 走過去 那目的值很多欸 然後重點是 那個女人推著嬰兒車 她的頭是在嬰兒車裡面 當下喔 我說真的假的 那我們昨天晚上 睡樓上 上面那一層 他說對 所以我們才把你叫去打牌 希望你們 不會 遇到這個狀況 我說 那為什麼不跟我們講 我們趕快搬 他說可是 不是你們遇到啊 對是7樓 樓下啊 樓下遇到不是你們遇到 我們也沒辦法 就只能這樣 可是我覺得在泰國這種事情 就很合理 所以你覺得 欸這個可以接受 欸你在台灣我告訴你 這樣 亂講 在泰國 喔對啦有可能 好像可以 剛剛分享完兩則靈異故事 我們現在的時間比較輕鬆一點 我們來了解一下 維藤 更深入了解維藤 那其實接下來問的問題 不是觀眾想知道 是我個人想知道 因為其實我很想問維藤很多事情 就是想說 你當初怎麼會選擇 在鬼故事這條路發展下去 鬼故事這條路發展下去 其實 因為我其實在創作這條路上 已經做了10年了 對 那我也出了一本書 叫做夢想為維藤 這本書不只能豐富你的精神 還是全彩漫畫 全新內容 在你閱讀的時候 有全新的感受 而且漫畫還比較容易閱讀 重點是 這本書還分享了 如何在台灣當網路漫畫家的 辛酸邪類時 看了之後 可以讓你掃走一些 創作上的冤枉路 春翔在 從零到現在的一個創作經驗 這10年的哪機 萃取 濃縮在濃縮 精華在體裂這樣子 可是 創作我覺得 像日本的漫畫家們 都是會有一個作品 推出之後 然後完結 再下一部作品的推出 那在我的創作環境 就是在10年前的創作環境 從部落格起步 對 部落格 然後到了Facebook 然後甚至還到了 連載的漫畫平台 那在上面有真實的故事性 就是 維藤這個角色 做了 做了什麼事情 這個角色 維藤這個角色 他做了什麼事情 遇到了什麼狀況 叫做微不幸劇場 然後維藤去當兵 叫做不要笑當兵的人 維藤的姑姑遇到鬼故事 就是維藤姑姑的鬼故事 這是一個連串性的這樣接下來 為什麼會想要在YouTube上面做鬼故事 其實是因為我覺得 現在的年齡的受眾 越來越廣 而它的廣度是在於說網路 那網路大家最常接觸的就是 YouTube這個影音頻道 對算是大宗 對而且尤其是你現在買手機 它直接都把你裝好了 對你就打開不用下載 我怕也不用下載 那為什麼會選擇在影音平台上面 站穩腳步 是因為有一次我去了我朋友家 他就直接看到一個 連還沒上小學之前的小朋友 就開始在使用YouTube了 我覺得說應該是跟著時代走 跟著潮流走 跟著你的觀眾走這樣子 你的觀眾想要接受你的東西的話 應該就是跟著這個地方 然後你在那邊扎根 讓他跟你一起做 那至於為什麼在YouTube扎根鬼故事 而不是之前的那些搞笑的東西 對對對 那其實差別就在於說 YouTube上面做搞笑的東西 已經有人了 但做鬼故事的沒有人 而且重點是我自己 從小到大就蠻喜歡這種靈異類的東西 甚至我小時候 我大概有 二十幾年的時間都是睡在墳墓旁邊 因為我們家就是出去走路 就可以到墳墓的那種距離 你家之前 不會是什麼台南最大公墓那附近吧 欸對啊 喔對嘛對不對 我以前很常去那邊 我們家對面還是殯儀館啊 所以你本身就對陰陽兩界是很有策略的 就是我沒有說到策略就是習以為常 但是我必須說 我很喜歡圍騰的故事 是因為他故事裡面 一開始都是有點搞笑 有點幽默 然後帶來恐怖 對然後後面可能有時候 有時候又搞笑一點點 然後有時候就是恐怖結尾 所以其實你看他的故事 你不會看得很沉重 泰國有一陣子有出現那種 搞笑 好啊搞笑 可是他們的結局還是會讓你 心臟突然被打了一下 對對對 那種感覺 最後一集的那種感覺 對對對 那你在創作的時候 你有沒有遇過一些讓你就是 感覺在創作過程有點 好像毛骨悚然 因為人家說你在寫鬼故事 可能好兄弟也會好幾句看 毛骨悚然其實還好 而是比較 有些比較有趣的地方就是 這邊可能要畫到一些鬼妹出現的那種畫面感 對 他的臉啊 他的身形啊 有的時候是想不出來要怎麼畫 對啊 但有的時候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故事特別有感覺 好像真的有一個臉 在電腦螢幕前讓你對著畫那種感覺 就是微微浮水硬的感覺 就我突然自己知道 腦海中我該怎麼畫他 哪一種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 有好朋友們來說 其實我應該是這個形象 我秀給你看 因為我之前寫鬼故事的時候 有一次是我在 因為鬼故事的時候我多半是半夜寫 比較有靈感 然後也比較常寫這樣 然後寫寫的時候 那時候寫完有點累 我就去冰箱拿水 然後那時候拿完水起來的時候 我突然就發現我老婆站我後面 我怎麼嚇到你知道嗎 然後我天靈蓋就真的是 靈魂從天靈蓋彈出來又彈回去這樣 我想說 你幹嘛走路不出聲 然後就說 因為女兒睡覺 對那時候是 我印象比較深刻 是我那一次有在寫 做過程有被嚇到 但那是我老婆 對啊 我們也有遇到啦 就是認真的在寫東西的時候 太投入的時候 認真的在寫東西的時候 突然那個藍牙音音上 會自己叫了一下 哎呦 明明沒有做 沒有做任何的事情 也沒有呼喚他 他就自己叫了一下 欸 哈哈 哇 哇 真的 感覺那個磁場靠過來 然後觸碰到了3C上面 那時候只會想說 沒有他只是故障 對 咱這樣解釋 我覺得每一則留言 都是你的流量的具現化 對對對 你每一個數字 你就只是數字在那邊 可是你底下的留言 就是一個具現化 那每一則留言 我只能說 如果他都是站在一個 合情合理 就是他想跟你討論事情的 一個角度的話 我都覺得 都是可以虛心接受 那比較不合理的話 我覺得就是 貶低你的職業啊 或是認為你就是 在怪力亂神 對對對 我很常被講這個 對 可是 這個頻道的主軸 如果 就是要服務 這些對未知世界好奇的觀眾們的話 我覺得這樣的留言 不是傷到我 而是傷到 對這樣有興趣的 不是傷到我 而是傷到 對這樣有興趣的 不是傷到我 而是傷到 對這樣有興趣的 的一群廣大觀眾 對啊 那 而且我會自己覺得說 如果你覺得這些是 怪力亂神或什麼的話 這麼的想要勸導人家 不要怪力亂神 那你應該 直接直奔宗教大門 對啊 對 我會覺得是 所以我一直在我頻道裡面 都會有倡導一件事情 我不會去推薦任何老師 我只會覺得說 你 呃 你有自己的宗教信仰 你去 尋求你宗教信仰的慰藉 這樣就好了 而不要 但是不要過度投入嘛 對 不要太過迷信 對 可以有信仰 但不要太迷信 因為我們 老實說 這個工作 我自己喜歡做的原因是因為 我覺得提供娛樂給大家 跟我自己喜歡研究 或是 喜歡聽這樣的故事 我是覺得把它轉換成 一起服務這些觀眾們 就是大家一起成長 或是大家一起在放鬆的時候 看這些東西 我覺得就是個正向循環 因為大家都可能會太悶了 尤其是現在這個狀況 對對對 所以 呃 你剛剛說的酸民的話 我覺得 比較不好聽的留言 我可能 我會覺得說 不要太情緒性 這樣子 會造成大家 你自己會受傷啦 認真的 比較好玩的地方就是說 大家對於鬼故事 這種東西 在網路上 他可能就希望 你講的是真實的 對 可是進電影院的時候 我希望你嚇死我 就是大家 我自己也會有這樣的矛盾 也會覺得說 如果看到最後 覺得是創作的有點小難過 可是如果他的創作過程 讓我們覺得 意猶未盡 那就算是創作 也是一個非常棒的 也是很強的一個idea出現 對 因為那就是 他身為一個作家 他有做好他的工作 了解 對 那你自己這樣子長時間 像我是不敢看鬼片 坦白講 我不敢看鬼片 我敢看鬼片 小說或是漫畫這些 但我鬼片不太敢看 是 那你自己有沒有很喜歡 可能漫畫是一騰潤二嗎 還是說哪一些作者 是你很喜歡的 我都是看以前那些少年漫畫比較多啦 少女漫畫 就是比如說青龍珠啊 那種王刀熱血型的啊 也會喜歡看比較暗黑類的 像有一本漫畫叫做 《月恨屋本舖》 可是它不是恐怖漫畫 《月恨屋本舖》就是 在日本有一種職業叫萬事屋 你給他錢 他就幫你把事情都處理完 有點像偵探 可是他又會其他的東西 了解 幫你一網打盡的包辦到他 那為什麼叫怨恨屋呢 表面上就是說 你有沒有怨恨的人 如果你有怨恨的人的話 你去找怨恨屋 他會跟你收錢辦事 你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 你可以社會抹殺他 比如說你可以曝光他的裸造 或是揭露他貪污的情境 這麼過癮 對 然後第二件事情呢 第一個是社會抹殺 第二件事情就是實質抹殺 就是真的把它解決掉 暗殺掉 對 可是用一個最 你希望他怎麼走 你就讓他怎麼走 其實我蠻喜歡看十八鏡的漫畫 但跟色情無關 我懂你的意思 對 因為十八鏡它比較寫在 人性跟人性的部分 那個東西就是我會看得很過癮 那我想就問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有時候我們在創作的時候 假設你今天是以一個創作的狀況來畫畫 對 那如果你靈感突然間有點枯竭 會真的不知道怎麼畫 你會怎麼辦 我覺得靈感 靈感枯竭就代表你自己休息不夠了 休息不夠 我覺得休息不夠 可是又有另外一個 你越飢餓你靈感越多 因為你太安逸了 你才會想不出來 我就覺得這樣也OK啊 低空飛過嘛 60分及格這樣就好 那說真的 當然也是做這麼久 不管在畫搞笑漫畫 或者是在寫靈異鬼故事的東西的時候 也是一定會有一些瓶頸 可是我的瓶頸並不是說 我沒有靈感 而是我的瓶頸是怎麼跳出 大家覺得既定的SOP長怎樣 我知道你結尾一定會要 我知道前面很恐怖嘛 後面你要解釋 中間搞笑一下 對 對 這樣子 那我們可能就是要切換 比如說有一集 我是用鬼的角度 那是 故事一開始是他發現 他家每天都有人進來 每天有不同的怪獸進來 然後都長得不一樣 有紅黃白啊什麼都有 然後他們就覺得 他覺得很可怕 都躲在衣櫃裡面 結果後來有一天呢 有一個全身狂的怪獸進來 把他打跑了 你啊 安心的離開吧 這裡已經不屬於你了 師傅 師傅 這裡管有東西對不對 處理得怎樣呢 這房子之前是不是有出過什麼事啊 然後故事反轉才說 喔 全身黃的是穿道袍的道士 他說有一個 有一個鬼怪 躲在你們家衣櫃很久了 我了解 反過來的一個 所以我的靈感如果枯竭 應該是說 創作上一成不變才會讓我枯竭 是這樣子 如果要怎麼提升 就是找回靈感的話 我自己都覺得說 去看更多的故事 對 看故事是可以的 對 因為我覺得 就是我們沒有電嘛 就是去沖一下 用別人的電來沖我們身上的電這樣子 然後讓 而且我們如果說 你看別人的故事會有靈感 那是因為你會去把它轉換 站在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視角 我們去看這個東西 像現在看電影的時候 我都是這個樣子 看電影以前是看爽的 對 真的好棒 這個場景真的怎樣 如果是我 我應該會怎麼編排 我應該讓他怎麼走 然後觀眾會比較喜歡 或是劇情我可以在哪邊做調整 對對對 了解 那好我們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說 那接下來 維藤你有怎麼樣的一個方向 或是未來有什麼樣的計畫 其實未來的計畫 還是希望可以穩穩 穩扎穩打的 做自己的東西 然後畫自己喜歡的東西 給欣賞我們的人看 那比較多的話 會喜歡說 把維藤這個角色 然後再更深 更往上一接走 動畫精緻化 然後讓他有一個 連載性的故事出現 有想要創作出書或是什麼之類的 有啊有啊 就目前有在洽談中 希望明年有機會 可以有一些 比較不一樣的故事出現 那目前都還在保密中 好了解 我們不要透露太多 不要爆雷好不好 好啦其實我們今天前面的鬼故事 到後面跟維藤的聊天 真的說真的啦 像維藤或是我們 這些創作者 在很多時候 在這邊創作的過程中 其實會碰到一些瓶頸 那網友的回饋 其實是給我們很大的充電 對對對 其實所以我們可以在一個 比較正向的過程中 溝通中 才會有更好的作品出來 好不好 那我是錯別子 我是賴正凱 我喜歡鬼話的影片 但我不服說八道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最前的鬼故事 大家好 我是錯別子 我出第三本新書了 在新的一年 選擇讀一本新書開始 我是錯別子 我是賴正凱 我喜歡鬼話的影片 讓我們不服用八道 我們下次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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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